接下來我們來 呼吸一下這個重點3 重點3呢這裡的話 我們要把這個特別角的三角函數 通通把它列表出來 事實上也不用背 我們來看看30度的 如果我們要求sin30度cos30度tang30度 我們就把30度角畫在這邊 所以sin30度就是1 2分之1 cos30度就2分之3 tang30度就是1 3分之3 那在游裡化就是3分之3 同理45度的sin45度 1 2分之2 化解變成2分之2 cos45度 1 2分之2也是一樣 游裡化變成2分之2 那tang45度呢 1 1分之1就等於1 好 那要求60度的呢 我們就把60度的畫在這邊 編長筆寫出來 sin60 cos60 tang60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好 這個畫面畫的這個十字的交叉這個地方 你可以發現 這個sin30度會等於這個cos60度 好 然後呢 這個cos30度呢 會等於這個sin 60度 好 那sin45度會等於這個cos45度 也就是說呢 它們這個sin跟cos 裡面的sid 互為漁角的時候 它們的函數值會相等 好 以上呢 是重點3的講解 接著我們來看看老師講解第五題 好 那它要我們求這個sin30度的平方加上cos45度的平方 再加上tang60度的平方 好 這三個式子合起來 的值是多少 好 那我們有30度45度60度 我們就先把這個圖呢 畫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sin30度呢 就1 2分之1 然後1 2分之1刮虎的平方 cos45度呢 就是根號2分之1 然後再刮虎平方 好 那tang60度呢 就是1分之根號3 再刮虎平方 好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平方啊 好 放進去 會得到 4分之1 再加2分之1 再加上3 好 那通分 加起來我們得到等於4分之15 好 以上呢 是這題的講解 我們來講解 我們來講解